中國深圳的警方前天宣布 逮捕地產巨撥恆大集團旗下的財富管理 公司的數名員工 這也凸顯了恆大的危機 朝形勢的方向來發展 那麼涉案的恆大財富是 恆大集團的子公司 由於資金緊張 沒有辦法兌現投資的產品 那麼被捕的包含像是 恆大的財富總經理杜亮 可能是恆大體系第一個 被採取刑事行動的高階主管 新文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